新一个会期的国会即将开议了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 韩国瑜院长协调了所谓的朝野协商 定在十点半的会议 怎么这么奇怪 大家懒洋洋的 一开始十点半一到 韩国瑜跟江启臣已经坐在那等大家了 三党都没有人来 一直到一分钟之后 傅昆琦来了坐定 接下来五分钟之后 吴思瑶到了 最后一个到的是黄国昌 三十六分十二秒的时候抵达会场 那三党协商本来是没有 结果是破局的 不过刚刚刚刚已经确认了 三党都签名了 开议日期九月二十号 可是其他的部分呢 就要再继续谈 我们看到韩国瑜今天早上啊 好像面对小学生一样说 开学了 大家不要懒洋洋的好不好 来看看 小时候暑假结束的时候 要上课的第一天 浑身都懒洋洋的 老师说同学们专心上课了 精神就来了 现在我跟各位干部讲 各位党团干部 专心开始开会 好谢谢 好 柯文哲被羁押之后 大家预料新一个会期在立法院 包括白党一定是有一个复仇的心态 那绿党 民进党 执政党 现在已经磨刀祸祸祸了 准备战斗了 我们看到吴思耀就讲了 他说赖清德主席将邀请所有的委员来参序要定调攻防的方向 哇 已经开始要拟定作战的计划了 而郑立文他就讲 他说民众党这个会期如果要展现帮柯报仇的姿态 会让朝野对立激增 而且帮民进党酝酿的罢免占天柴火 罢免谁呢 我各地的立法委员都给你罢免掉 让民进党重新取得立法院的主导权 所以他认为大家要非常小心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 就会变成全国性的投票 投票率就会高 就是让这个仇混值变高 因为立法院嘛 民进党他们希望以战养战的方式 扭转我刚刚讲 他们在立法院变成少数这样子的一个劣势 想要把它翻转过来 而另外呢 我们的国庆日快到了 韩国瑜他是立法院院长嘛 他要主办这一次的国庆地点在台北市 我们的首都 可是募款卡关 本来不需要这么多钱 可是因为10月5号已经定了要在大剧弹举办 那将会他又是大咖的艺人嘛 而这个总统会来 这个维安的规格升高 所以相关的费用就暴增了 那现在募款据说卡关了 那沈副总就讲啊 民进党看到韩国瑜就难过 所以哪有说 我中央出钱增加你韩国瑜的光彩 那这个在大剧弹第一次嘛 要轰轰烈烈 大家都想要看 可是不想让韩国瑜收割 我们看到韩国瑜在立法院的这个所谓的纪念酒 国庆的这个纪念酒 那有据说有这个可以让立委自费订购 过去也是这样 那这一次是用手工水晶梅花 看起来蛮美的 在这里 那据说包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也要定 也抢着定 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这个蔡赖斗争下线了吗 还是说现在还继续未完 还在继续 我们看到周末的时候 因为总统服务秘书长潘梦安的母亲 办告别式在屏东 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 真的是尽心尽力 他前一天就去帮忙 陪着潘梦安守灵 然后呢 早上的这个主祭啊 他当点主官 还罕见的轻念点主文 我们看到灌溉云集 灌溉云集在现场 至少超过两千人 到场致敬致哀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大咖都来了 苏贞昌 陈菊 周春敏 黄伟哲 郑立军 顾立雄 林家龙 除了这些人之外 还有更多更多的人 根本就来不及念 那这个陈其迈 大家知道他英系嘛 后来变英系 那已经是这个退休 这个把这个总统大位 已经下这个 这个让出来的蔡英文 在中秋节的时候贴出来 他跟陈其迈两个人 游爱和 那搭游艇 照出来这一件事情 也让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这个蔡总统 蔡前总统正在呼喊说 不要忘了我 不要忘了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陈其迈未来的动向 也是洞见观瞻 因为他高雄市市长 卸任之后 是不是还要再往上走呢 所以他亲近蔡英文 也不忘维持 跟赖清德的互动 我们看到他也不断地 在这个各种的行程里面 跟这个赖总统 有一些各种的互动 那这个所谓陈其迈 陈蔡英文游港 在这个港都游览的这个状况 到底要怎么解读呢 看到邱于轩就讲了 他说蔡英文此行 可能和下届高雄市长 民进党内提名 现在还乔布隆有关 英系也要来占一席之地 来先请教任俊兄 怎么看 包括民进党内部 可能有一些暗潮在浮动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国庆日到了 您觉得这个募款 真的被卡吗 这个潘孟安的这个母丧 我觉得大家都 都还是表达难过 那也希望他好好地保重 他自己的身体 当然因为绿营 其实在这段时间 针对这个南部 尤其一些选举的部分 看起来这个纷纷有出来表态 那这个在过去民进党传统里面 确实也都这样 就是说如果要争取 所谓的这个初选机制的话 那只要不是由党来进行征召提名 那通常各个派系 一定会赶快先出来表达 那后面就是一个大协调的状态 至于说蔡英文是不是 未来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老实讲如果看大家过去一贯 认为说赖清德今天要动正文燦 就是要跟蔡英文开刀 然后就是要怎么样 我反而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连结 可能或许 或许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我认为这样一个连结性 到底有多大的强度 现在对赖清德来讲 大概全党定于他一尊 这件事情 我不认为他会有任何说 还希望被任何给谁给签制 不过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像立法院纪念酒这个 老实讲我们每一届的立法院的院长 都会各自做 我觉得它蛮特别 就是说以前我们大概就看到说 酒的话大概可能是找金酒公司 或谁做 但其实没有 后来几届立法院院长在做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都找这个 台湾民间 比较具有特色的厂商 他们可能就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专门制酒 但是就他的品质也不错 然后基本上就给他做定制 每一个都有不同 做白色磁瓶的也有 那个送礼什么都很多 所以我其实也觉得说 这个东西其实也OK 也OK 包含蓝绿 其实你看像之前绿营的 当立法院院长的时候 很多蓝营的 事实上也会去买那个酒 其实我觉得倒还好 但我比较看的就是立法院 开议的这件事情 就是开议本来就是一定既定的行程 现在看起来卡关的 原先卡关的地方是来自于是左隆态 你到底要不要实证报告 这些东西 还是你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定的议题 要作为报告 原先是卡在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郑立文他有认为说 民众党接下来在会期里面 为了要替柯文哲报仇 然后针对性的去锁定 我觉得这时候会考验国民党 为什么会讲考验国民党 就是说民众党 其实他之前就已经有放话 就是司法法治委员会里面 他们其实一定要强意的去 他们讲法就监督 我讲说过去在这些委员会里面 我们通常都会避免 就是说本身有按再生的委员 进入到这些特定的委员会里面去 你说因为柯文哲 现在深陷司法风波 所以我就要去 特别去找这个司法法治委员会 你国民党要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要跟过去一样说 我们争取民众党的支持 所以我们就配跟民众党 一起同一阵线 我刚特别强调在这个案子里面 包含在座的游淑会议员 也是国民党的 他们对于柯文哲这些案件里面 事实上都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被调查 你总不好说自己的议员在这边 告诉大家讲说这个案子有问题 然后你的立委在上面 跟他讲说没关系 我们现在在争取帮柯文哲争取 那个东西会让大家很错乱 所以我觉得对于立法院的运作 上面来讲 上一个会期蓝白 有一些的合作的法案 当然每一个人看法会不同 有人赞成 有人支持 但重点来自于是 前面第一个会期冲的 都是比较争议性的法案 跟民生你说哪一些有高度的正相关 比较多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 那你接下来你的优先法案里面 你如何去展现出 包含民众党也是 如果你今天已经画下了这个道 就跟人家讲说 我就是为了克文哲 我要去冲这个立法院 那你能够获得制度能有多少 来 辉文兄 那个国民党的颜宽衡已经被判刑了 然后林芝妙的判决也快了 是 杨文科已经被起诉了 杨文科就是被起诉土利罪 就是我刚跟你讲定罪率 去年是100%的土利罪 所以国民党可以跟民众党抱在一起 一起去处理这个司法 但是前子我看到这个照片 我是非常的不舒服 我请问蔡总统 你跟陈芝妙在那坐游艇 在高雄港在那坐 观众朋友 应小威是中正万华的司议员 金华城在松山信力 调查局在台北司议会 他们是有派调查官在那里的 应小威六年 帮金华城开了34次协调会 还有三次的变道 你调下去都不知道吗 柯文哲的案子 金华城我算他2021 郑文燦他500万是2017 我想请问蔡总统 你笑得出来吗 你做总统 柯文哲出色 郑文燦出色都没办 结果你看得票率比一比 你拿几%你拿57% 我们秦德胸拿40% 我们得票数比一比 你拿817万历史新高 賴清德拿558万而已 我请问大家 賴清德吞得下这口气吗 我有这么烂吗 我只有40% 你还跟陈芹麦 在那边坐游艇你嘛好了 那这些案子当初是谁吃的 吃的案子 谁养的案子 賴清德你要去办蔡英文 还有不办蔡英文的 你去办7年前 我就问台北地方法院 你开了55张搜索票给金华城 那是4年前的案子 大家都是哆啦A梦 大家都去做时光机 应小威收钱是今年收钱吗 刚刚前迟还不是2020 2020那都几年前的事情 蔡英文你好意思 坐游艇你也好了 把蔡英文抓起来 因为你选举就不公平了 没有人在办7年前跟4年前的事情 乱七八糟 然后你还以为真的 赖清德在树摊 赖清德去办蔡英文 我支持你 辉元兄不断的在鼓励 这个赖清德总统赶快去办 前总统蔡英文 好来 辉元哥刚刚讲的没有错 如果赖清德现在在树摊 那就是代表蔡英文过去在护摊 没错 所以这些案子才会理得到现在 如果今天赖清德办的都是新案的话 那跟蔡英文没关系 对 可是他办的都是旧案 就是你蔡英文没做 放在那儿 放给他烂 今天才有这些案子可以办 不过我最近在办金华城 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些议员 尤其是不管是减苏培 或是说在我们专案调查条件 去跟你们的立委讲 国会调查权有需要 要不然我们议会怎么办的 比北检还要快 不是啊 要不然我们议会怎么办那么快 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北检很多资料 都是我们议会提供的 我们找出来的东西 比北检现在找出来的东西 可能还要多 金流我们找不到 你们不能找 可是这些行政程序法律的问题 都是我们台北市议会先找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台北市议会 可以组装案调查小组 我们调北市议会可以约谈官员 我们台北市议会可以跟司法平行 一起进行调查 然后你在立法院你说都不可以 立委大还是我们议员大 做立委在做啥 对不对 都到了立法院以后 不能组装案调查小组 这检查院没事做 不能跟司法一起调查 侵犯司法权 司法调查中端案子 不能所知月券 会有泄密的问题 你们这些民进党议员 去跟你们民进党立委讲 你们把立委当贼啊 还是立委都不会办案 立委不会办案 所以我打算你想想看 如果给黄杰跟沈柏洋调查选 那多可怕啊 所以你觉得台北市议员都很厉害吗 台北市议员很多烂 好的有 台北市议员谁被收押 陈崇文被收押 应小微被收押 对不对 当初那个荣基待经 柯文哲第一任的时候 他是坚持要护台北市的荣基的 人生一次调查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